调整小一代的事情 我们找一个那个稍微接一点的东西 把这个把这个管子把这个筛子 一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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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让你调 这四个筛子挑出来 我们还有一点把那个螺族 螺族拆掉 在这的时候 你把干嘛的盖 拿着 放在旁边 在这的时候 我把这个筛子拿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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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拧下来的以后了 哈 再把这个 钱滚弄 这样 啊 拿下来 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呢 这小鼻蛋就拿下来了 我们把新的小鼻蛋放上去的时候 先套进去 套进去以后呢 从这个洞里面 插过去 插过去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螺丝拧上去 我们拧在哪个地方哈 把这个走哈 拧在这个 把这个医院走啊 拧在这边 这个两个铁片的中间就好了 这个位置就可以 大概在这个中间就可以 在这个中间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 把后面的 把后面的后分钟 把这个放在中间 在这边 不算了 就好 从来 这边 2 5 5 3 4 4 这个换了小鼻带以后 我们要到最后面要调跑带的 要调跑带的 先把跑带调紧来 调紧了以后 把那个小鼻带 安装上去 小鼻带安装上去的 我们先要套在小鼻带上面 把这个小鼻带先套在这个电机上面 先套在这个上面 拖到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用手按的这个上面 按的 把跑带往前推 推上去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鼻带调在一条直线上面 看呢 这个是在一条直线上不能歪 歪了就不行 调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 右边的 这个螺丝 拧紧的 就是把电机拉紧的 拉紧了以后呢 我们这边左边的螺丝 再轻轻的顶一下 顶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固定了 固定了以后呢 能不能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小 把这个跑带调一下 擦送电 然后我们开启跑步机 开启跑步机以后呢 这个跑带是歪的 往左边歪的 我们要把它往右边 这跑带是歪的 把它往右边 要调跑带 搅一下的时候呢 再观察一下 看一下这个跑带过去多少 这边放松点也可以 它跑带也会往这边走 这个跑带 这个宽度 差不多 两边 两边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个跑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它再装起来 再装起来 好 这有机序了